亚太日报综合奖券美国政坛传奇 私深共和党联邦参议员约翰·麦凯恩 G-O-H-N-M-C-C-A-I-N-8月因脑癌失事 麦凯恩的辉煌人生 画上了最后的句号 而亚利桑那州参议员席位出现空缺 该州州长主席17日发表声明 指定共和党亚利桑那州女众议员 马莎·麦克萨利·Mark M.Kolley接任 她将在明年国会新会期开始时上任 这使得麦克萨利成为亚利桑那州第二位 被选为美国参议员的女性主席在声明中说 凭借麦克萨利的经验和长期在职记录 她有资格接任 并在参议院里为亚利桑那的利益而抗争 麦克萨利的表示 我非常荣幸获得为所有亚利桑那州民众服务的殊荣 我期待与新当选第7内马参议员合作辉煌的军事生涯 空军排名最高女性之一 众议员麦克萨利是美国空军学院的杰出毕业生 经过训练驾驶A10WARTHOG 于1995年从戴维森蒙森空军基地部署到伊拉克时首次执行战斗任务 在执行任务期间 她几乎飞行100个战斗小时 以支持中东南方行动计划 在她的军事生涯中 麦克萨利飞行了2600个飞行小时 其中包括超过325个战斗小时 赢得了6枚空中奖牌 在军队工作期间 她在德国乔治C马歇尔中心担任国家安全研究教授 教授和指导 来自世界各地的高级军官麦克萨利 是第一位驾驶战斗机的美国女性 她也是第一位指挥战斗机中队的女性 她出色的26年军事生涯 还包括六四部署到中东和阿富汗 并担任亚利桑那州参议员凯尔的立法研究员 和国家安全顾问 她在服役期间 获得了6枚空中奖章和一枚童心奖 并且仍然是空军历史上排名最高的女性 至于2010年 作为一名完整的上校退休 呼吁平等对待女性 大胆 起诉美国国防部在她进入政界之前 她早些时候发生了一场政治斗争 2000年 她被调往美军在沙特的苏丹王子空军基地 美国国防部队驻扎在沙特美军基地的官兵 做出了很多规定 迫使女性服务成员 在海外穿穆斯林服装女兵 离开基地 外出 必须有年长者陪伴 全身必须裹着黑长袍 必须坐在车后的围者 有可能受到军法审判2001年 马沙起诉国防部 一项歧视性政策 并成功地推翻了这项政策 最终通过了通过国会两院的立法 迈克萨利在他的演讲中表示 一个女人应该得到平等对待进军政界 最终接任迈凯恩席内在他开创性的军事生涯之后 迈克萨利于2014年当选为国会议员 在那里他建立了一个始终如一富有思想和成就导向的领导者的声誉 在任期三年内迈克萨利已经编写并通过了20项法案 其中4项已经签署成为法律 作为新生代表 他在国会中排名第九位 在2018年的中期选举中 迈克萨利参与了亚利桑那州另一参议院席位的竞选活动 最终败给了民主党候选人希内尔 但最终被指定接任迈凯恩的席位杜西认为 浙江将在未来两年内为共和党提供最好的机会 更为关键的是长期以来 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 一直认为迈克萨利是将这个参议院席位 保留在共和党手中的最佳人选 并且一直在幕后支持他在过去的一年中 我走遍了这个伟大的国家 与无数的亚利桑那人 会面并听取他们的意见 我一直忠于我自己 并且 我一生都在为这个伟大的国家服务代表迈克萨利说 我听说过他们面临的挑战 以及他们对未来的希望 我学到了很多东西 我很谦卑 并感激有机会为所有亚利桑那人服务 并成为他们的代言人 我期待与基内尔一起工作 据报道 本周二 他与迈凯恩的一双辛迪迈凯恩会面时 辛迪迈凯恩强调了传承迈凯恩医院的重要性 他在随后发布的一条推文中写道 我的丈夫最大的疑惑 就是将亚利桑那州和美国的利益 放在个人利益之前 我尊重杜西周常任命迈克萨利 担任参议员的决定 亚利桑那州民众将会支持他 也希望他能够发扬无私的领导才能 来源亚太日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